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昏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一支车队从宋国进入郑国 从而接受了胡衍的意见 对宋湘公的慷慨赠予 车收下 老婆和庄园拒绝了 宋湘公又赠送了盘缠和食物 派公孙雇送他们出宋国 好人啊 真的是好人啊 离开宋国的时候 大家对宋湘公都心存感激 春秋时候有一点好 那就是即便两国交战是敌国 但边境却是开放的 营阳 郑国首都 还是老一套 从而派虚臣前去通报一下 这一次找到了上亲舒瞻 于是舒瞻去见郑文公 郑文公是郑立公公子突的儿子 楚城王的妹夫 是一个死心塌地投靠楚国的人 除了楚国 他谁也不理 主公 晋国公子崇尔求见 哼 崇尔 不见 郑文公拒绝了 主公 还是见见吧 一来 大家都是鸡姓的国家 五百年前是一家呀 二来 俗话说同姓不同番 崇尔的老妈也姓鸡 可是崇尔活到现在好好的 不一般呐 第三 崇尔手下都是能人 胡言 赵衰 胡舍姑 放在哪儿都是做上亲的材料 就这么说吧 趁现在他们落魄 拉拢拉拢 今后大有好处啊 书詹这么劝说 的确 真是好眼力 不见 就是不见 郑文公就是不见 有楚国坐后台了 咱还怕谁呀 那 既然如此 就杀了他们 免得今后来报复我们 呀 切 怕他们 别逗了 还不知道他们死在哪儿呢 郑文公说完 拍拍屁股走了 书詹没办法了 您看吧 从魏国的宁宿 到曹国的西富基 再到宋国的公孙顾 到郑国的书詹 其实哪里都有人才 关键看你用不用 怎么用而已 魏国 曹国 郑国 三个同性国家 两个闭门羹 一个搞偷窥 反而是异性国家 宋国热情招待 搞得从而是哭笑不得 看来当年自己的老爹 狂灭同性国家 是有理的 这年头血浓于水 还真靠不住 让生命的空间隐身 听世界 重而一行人 离开了郑国 前往此行的目的地 楚国 楚国会欢迎他们吗 每个人都没有把握 都在心里打鼓 从情理上说 楚国人没有欢迎 他们的理由 首先 崇尔他们是晋国人 晋国是北方大国 是楚国迟早要面对的敌人 其次 这帮人从齐国和宋国来 齐国和宋国 恰恰就是楚国的敌人 快进入楚国的时候 崇尔问胡言 舅舅 楚国会欢迎我们吗 当然 为什么呀 崇尔很急切地想知道 因为他需要朋友 整个天下 他没有朋友 要么是敌人 要么是因为害怕他 而投靠他的人 可是 有朝一日 我们回到晋国 我们也是他的敌人 崇尔觉得胡言说得有道理 可是这个道理 很快就会变成没有道理了 哦 对了 楚王还需要敌人 齐欢公死后 天下已经没有楚国的对手 就像一个武林高手 没对手 那是寂寞的 是痛苦的 因此 他也需要一个敌人 可是 楚王没有诚信呢 他会不会像对付宋公一样 对付我们呢 崇尔觉得胡言说得确实有道理 可是他还担心 不会 楚王是个英雄 英雄爱英雄 宋公这个人 假仁假义 楚王偏要戏弄他而已 以楚国的力量 难道还要用那样的办法来对付宋国吗 嗯 哦 舅舅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崇尔虽然口头这么说 但其实他还是不放心 崇尔不知道啊 胡言其实也不放心 说是那么说 那也只是给大家吃定心丸 心里面还是在打鼓的 进入了楚国 迎面开来一支楚国军队 为首的军官大声贺问 前面来的可是晋国公子崇尔 正是 崇尔亲自上前回话 奉大王之命 在此专后 要说人家楚国 那是真的没得说 啊 崇尔在各国的一举一动 都被掌握得一清二楚 人还没到楚国呢 已经派人来接了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没人知道 但是到如今 即便前面是龙潭虎穴 也得闯了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楚成王十岁登基 到成王三十五年 已经四十五岁了 在他的另引子文的辅佐之下 领导楚国从强大 走向更加强大 灭贤灭英 罚郑许随黄许宋国 成王在这些年里 不仅在扩张 而且与中原国家的战争当中 他都占尽上风 郑国第一个投诚 自愿称臣 连鲁国这样的国家 都老老实实的来进贡 不过成王的成就感 不是很强 说来说去 楚国还是个难蛮子 天下诸侯对他们是害怕 而不是心悦诚服 所以成王决定 体现一些大国风范来 也搞搞主旋律的东西 他也开始热情接待 全世界的来宾 包括把齐桓公的几个儿子 一口气全部任命为大夫 还放下架子 参加中原诸侯的一些活动 包括宋国的第一次 宋齐楚的三国峰会 可是成王还很郁闷 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融入主流社会当中 怎么看自己都觉得是非主流 与此同时 他还有一种很寂寞的感觉 放眼天下 没有敌手的感觉是很不爽的 正是因为如此 当他知道公子崇尔要来了 他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崇尔和他的团队 具有很高的声望 或许 崇尔就是我在等的朋友 或者 是将来的敌人 成王想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决定给崇尔一个朋友的礼遇 也许是天气冷了 大眼飞了 树也落了 人们的心情靠下也偏冷了 我的房间 窗也下面也结冰了 你来信也少了 还记得 还记得门前那句话 是我俩千年冲夏 还记得曾卡哈里的那句鸭 是你说要养的 等到来年 桃树开了花 我们一起到风山摘摘 你忘了前年 你说了啥 今年一定要回家 天气已经冷了 大夜已经飞浪 树叶都已经落浪 怎么不见你单沉 怎么不见你单沉 心我一起出去了 花我黑脚热烧了 就连过年的冬影 我全都准备了 天冷了 天冷了 等到来年 桃树开了花 我们一起到后山摘摘 我们一起到后山摘摘 你忘了前年 你说了啥 今年一定要回家 天气已经冷了 天气已经冷了 大夜已经飞浪 输叶 没 jewelry 零毯 零스크热烈 海製 水 准备了填满了